亮亮和其他学生决定在妖精的家园留下来,并继续探索这个神秘的世界。 他们学到了更多关于魔法和童话生物的知识,并与妖精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 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,他们遇到了许多令人惊奇的事物。 他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洞穴,里面住着一个善良的巨龙。 巨龙告诉他们一个有关魔法世界的传说,这个传说关乎一个强大的魔法宝石,拥有它的人将会拥有无穷的力量。 听完传说,亮亮和其他学生决定前往寻找这个宝石,他们必须克服无数的困难,包括跨越千年的迷雾之地与凶猛的魔兽战斗,甚至还要通过一个被诅咒的城堡。 最终,他们到达了魔法宝石的所在地,但他们发现这个宝石其实已经失去了力量。 他们询问了附近的居民,才发现魔法宝石的力量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叫做红之谷的地方。 为了恢复魔法宝石的力量,亮亮和其他学生决定前往红之谷。 亮亮和其他学生踏上了前往红之谷的旅途。 当他们进入谷中,一个奇妙的景象展现在他们眼前。 整个谷地被绿色的草地覆盖,花草树木五彩缤纷。 红色、橙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紫色的花朵竞相绽放。 彭扶一道美丽的彩虹倒映在地上。 在谷地的中央,一条宽阔的小溪河流穿过整个谷地,发出悦耳的水声。 小溪中有着许多美丽的鱼儿。 彩色的鱼鳞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 谷地四周则是高耸的山峰,山峰上覆盖着白雪。 山峰之间有着一条条瀑布从高处交洒而下,形成了一道道美丽的景色。 整个谷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,令人心旷神疑。 亮亮和其他学生被谷地的美丽景色所深深吸引。 不禁赞叹不已。 他们知道,红之谷里不仅藏有许多宝藏, 还有可能解救魔法宝石的力量。 让它恢复原本的光芒。 他们开始探索谷地,期待着能够发现更多的宝藏和秘密。 亮亮和其他学生开始在红之谷里寻找宝藏和魔法宝石的线索。 他们游走在色彩缤纷的小镜上,看到各种奇妙的生物。 有些是蝴蝶般的飞行生物。 有些是拥有缤纷花瓣的花朵生物。 有些是树人般的生物。 有些是像绵羊般的毛茹茸生物。 走着走住,他们发现了一座看似被遗忘的城堡。 城堡被树木和繁茂的草丛所包围。 城堡的门敞开住,亮亮和其他学生决定进去看看。 他们走进城堡后,发现城堡里布满了陷阱。 仔细观察才发现一些奇怪的机关。 经过一番破解,他们终于来到了城堡的核心。 一个神秘的房间。 在房间里,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水晶球。 水晶球散发着强烈的光芒。 水晶球中心的一个小小的宝石闪着璀璨的光芒。 这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魔法宝石。 他们知道这个宝石是被一个叫做红之女王的女巫所守护。 它的魔法能力非常强大。 红之女王穿着绿色长袍的女巫。 它的长发飘逸,眼中闪耀着神秘的光芒。 它住在红之谷的最深处。 那里是一个令人迷惑和神秘的地方。 被许多宝藏和宝石所包围。 红之女王一直守护着这些宝藏。 将自己的魔法力量用来保护它们。 任何人都无法接近它们。 红之女王的魔法能力非常强大。 它能够操纵大自然的力量。 让雷电、飓风、暴雨在它的掌控之下。 它的魔法不仅能够攻击敌人。 还能够保护自己和它所守护的宝藏。 因此即使是最强大的魔法师也不敢轻易挑战它。 亮亮和其他学生决定前往红之女王的巢穴寻找魔法宝石。 它们悄悄地潜入了女王的城堡。 准备偷偷地取回宝石。 但是,她们很快发现女王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。 女王的城堡充满了陷阱和魔法防御。 亮亮和其他学生必须小心翼翼地躲避。 当她们走进女王的房间时,女王已经在等待她们了。 你们来得正好,女王冷酷地说道。 我已经知道你们的计划了,想偷走我的宝石。 但是你们想都别想。 女王举起手中的魔杖,准备发动攻击。 亮亮和其他学生也立刻做好了准备。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 亮亮和其他学生使用了各种魔法攻击女王。 但是女王的魔法防御非常厉害。 她们必须密切合作才能找到突破考。 在一次紧急的攻击中,女王失守了。 她的魔法防御出现了短暂的漏洞。 亮亮和其他学生趁机击败了她,取回了魔法宝石。 你们做得很好。 女王说道,你们拥有无限的勇气和力量。 我会将这个宝石交给你们。 希望你们可以好好地利用它。